成龙一生爱过很多女人 也可以说现在也爱着很多女人 只不过不会在那么凝目张胆的 年轻时候的成龙很风零 周全在林文娇与邓与军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最后还是兄弟喜欢林文娇做大嫂 才选择了林文娇 本以为生下儿子房属民家庭圆满 不想之后又惹出了很多情代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与吴启丽的一段情 大家都以为吴启丽一厢情愿 说下小巫女是可耻的小三行为 其实是成龙早就起了色心 当年吴启丽获得了亚洲小姐的冠军 二人在一场宴会上一见钟情 并且在一个剧组拍戏 当时成龙就展开了狂热的灰球 每天剧组吃饭都要等到吴启丽来了再开始吃 吃饭的时候 每道菜都会给吴启丽加 有一次吴启丽出了小车祸 人没有什么事情 成龙抱着吴启丽 在记者围绕的情况下竟然泪无雨下 一时间风波四起 甚至为了追求吴启丽 一代传奇人物还单膝跪地 只为哄着吴启丽开心 这些都是雷凤娇正妻都没享受过的概念 住在小龙里的妈妈吴启丽 其实她并非一个钟情之人 在成龙之前有过好几段恋情 还两次抢了歌谈大吉大 文艳芳的男朋友 造成了阿梅的举正并发 如果没有吴启丽抢走了赵红博 可能安慰现在 你就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了吧 因为小龙女的事情 吴启丽也是养着无恋 现在居然又被报警了 吴启丽这一生 真的是有些悲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